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米 記得我之前看過一篇報導啊 就是在調查台灣女生對於彩妝品項的購買意願跟頻率 然後最後調查出來前兩名就是底妝跟唇彩 那時候我看到這篇報導就其實還蠻不意外的 因為我自己最多的品項也是底妝跟唇彩 那尤其是唇彩 因為我在彩妝收納中 如果有看過我這段影片 就知道我自己就是一個唇彩收集控 因為它可能分很多個品牌啊 然後質地 然後有唇膏有唇釉 然後有不同的顏色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會一買再買 然後買的意願會更高 我相信你們的彩妝櫃應該也不只一兩支唇彩對吧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每年百貨公司會有 週年慶啊或者是母親節檔期 那開架呢其實在近年來也越來越多舉辦這個活動 可能會有不同的一些檔期什麼的 所以我今天的影片很特別就是收到抗世美的邀請 因為他們接下來有一檔口紅劑 那口紅劑顧名思義就是要分享 就是比較熱賣的一些唇彩們 所以呢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這四款 開架斷貨王之稱的唇彩們 那這四款都是近期比較熱門的品項 然後都是網路上討論度非常高 或者是常常賣到缺貨的唇彩們 那我會一一幫大家介紹它的可能熱賣色啊 推薦色號 然後它的質地跟怎麼使用等等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款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MAYBELLINE的超持久物感液態唇膏 那這款呢就是如果你有follow我頻道一段時間 它是它的持久度真的非常好 然後也非常方便 那其實它在去年的時候台灣就已經上市 那時候出了12個顏色 那為什麼今年我要再拿出來講呢 是因為 在近期即將推出最新的11個顏色 然後你們這樣 視覺上光看這11個顏色呢 其實它是特別推出 適合亞洲膚色的暖色調 那暖色調呢 它好處就是其實會比較適合黃皮膚 然後也會讓皮膚看起來比較顯白 氣色比較好 所以那時候我在看這個顏色的時候 一看就覺得好難選喔 就是很多都是我喜歡的色系 那它們主打色就是有五個顏色 我從其中挑出我自己私心 比較想要推薦給大家的兩個色號 首先是210 這個顏色呢我覺得非常的日常 它就是融合了沒有太橘 也沒有太粉 然後又沒有太珊瑚的螢光感 它就是一個很日常百搭的顏色 如果真的要講話 可能會比較接近沒有那麼灰的豆沙色 那我覺得這個顏色應該算是任何膚色都可以駕馭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不想要挑顏色太重的唇彩的話 我會優先推薦這個顏色 然後第二個顏色是135 135這個色號呢它就是屬於比較橘棕色調 那我個人其實非常喜歡橘棕色調的唇彩嘛 那在上一次去年推出12色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特別推薦兩支70跟75兩個比較偏棕色調的 然後有些人就是喜歡 可是他覺得那個棕色調對它來說太棕了 那這次的135呢顏色就稍微再淺一點 更橘色調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就會比較好駕馭 然後這個顏色其實也是擦起來非常有質感的顏色 那其實除了這兩支 其他也很多我喜歡的顏色 那先偷偷跟大家預告就是在看到這支影片的 可能隔幾天我會發這個唇彩的全試色 那你們如果對它有興趣的話你們到時候可以再看全試色影片 然後去靠櫃試用 或者是說你們可以先去複習去年度的12色的唇彩試色來做參考 接著第二款呢要來分享的是 ZA的造物者驗色唇釉喔 那我對ZA他們家印象比較深的 其實是比較漆光或者是亮水潤型的唇彩 那這好像是他們家第一次出偏霧面的唇彩 那這款唇釉呢它的質地其實是比較偏向絲絨霧光的 你剛擦上去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帶水亮感 可是它拌乾之後它就會變成有點絲絨微霧感 那我覺得關於顯色度跟飽和度表現都還算不錯 那它唇釉的刷頭啊做的其實還蠻小的 所以我覺得好處是比較好去勾勒你的唇型 那小缺點就是它可能在描繪唇型上會稍微比較需要費一點點時間 不過我覺得它的刷頭算是蠻柔軟好上的 那包裝的部分呢我個人覺得塑膠感稍微有一點點明顯 但是因為它的價格很便宜 所以我就原諒它這樣子 那這款唇彩呢它出了六個顏色啊 我覺得都是屬於彩度比較高一點的顏色 然後如果你喜歡那種比較飽和色系的話 這個系列應該會有你可以挑到喜歡的顏色 其中兩個主打色呢 剛好也是這系列中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兩個顏色 第一個是First Time Love 它其實叫做初戀玫瑰 其實就是很漂亮的玫瑰色系 那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喜歡那種粉色 然後你想要有點帶微霧感的粉色唇釉的話呢 這款就會非常適合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日常的顏色 那另外一個顏色呢是Breath Red 就是比較飽和度正高一點點的顏色 那這個紅呢我覺得是比較偏向櫻桃紅 所以如果你喜歡紅色 可是不想要顏色看起來太成熟 或者是太過老氣的話 櫻桃紅看起來會是更活潑一點點的 OK 再來第三款唇彩呢 就是魅典的雪艷光唇膏 這款我前陣子也有發過它的全試色影片 所以如果你看完有興趣的話 我把影片放在這邊你可以去做參考 那這個系列全部出了13個顏色 那我之前說魅典其實不算是一個出 出彩妝頻率很高的品牌 所以這款呢其實是睽違8年初的新唇彩 那這款唇彩一樣保留之前的保濕特性 就是有添加了玻尿酸啊 水溶性的膠原蛋白等等 所以它一樣是不需要護唇膏打底 就可以直接上色的 只是我覺得這系列的顏色選擇更多元 然後它的顯色度也比之前稍微更高一些些 那如果你說前面兩款它都是比較稍微偏霧面 我可能不太適合上班上課擦的話呢 我必須說選一個日常安全又 就是擦上去無腦擦都不會失敗的唇彩的話 你就選它了 它就是一個我覺得價格合理 然後非常適合小織女或上班上課的時候使用 那它這次的主打色是RD02 我示範擦在嘴上給你們看 它這個顏色其實我覺得還滿顯牙齒白的紅色 但是又不會太高調的紅 那我自己私心其實最喜歡的是BR01 BR01就是稍微帶一點點棕色調 因為我對妹底他們家唇彩印象通 是比較偏粉色調或者是裸色調 所以BR01是他們少見比較稍微帶一點點棕色調的唇彩 那我本人就是一個棕色控 所以這次我就是特別想要推薦BR01這個顏色給你們分享 第四樣也是最後一樣要分享的是 FLOMER的危險巴黎奢華絲絨唇膏 那FLOMER這個牌子可能大家會有一點點陌生 這個牌子呢其實我稍微 就是Google了一下 它本來是土耳其的彩妝品牌 然後後來好像被法國還是哪裡買下來了 總之反正現在台灣也可以買到這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呢最大最大的優勢就是它的價格非常的便宜 今天所有唇彩中呢它是平價第一名的 它一支折扣下來好像200塊有找吧 反正總之就是非常非常可愛的價格 那其實它最早紅是在網路上就是一些論壇 然後它有分享它的有一個色號是DC29 這個顏色呢就是俗稱的爛番茄色 那時候這個色號在網路上紅變 就是討論度什麼非常非常高 所以趁著這次抗氏美口容器 我就來試用看看說它到底有沒有就是傳說中的 那麼厲害顏色那麼好看 那我實際實際試過之後呢 我只能說這個顏色它會紅 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它的爛番茄色啊 我覺得還蠻有專櫃調色的那種質感 因為開架中有時候可能很難找到調色 我不知道怎麼講就是那個顏色些微的差異 那這個顏色它擦起來就是很有質感的爛番茄紅 那這款唇彩它擦起來的質地就是比較偏向那種絲絨的絲滑質地 就是沒有剛剛ZA的那麼霧 但是它又不會到完全亮面 所以這款唇彩我覺得很適合就是 不想要太霧面或是太亮面 比較折中的選擇 那它的顏色呢 其實我覺得出的不算到太多 然後可能畢竟它是就是比較偏歐美的品牌 所以有些顏色裸色調 可能就我覺得沒有那麼適合亞洲人 所以優先推薦的還是DC29這個色號 所以我就示範擦這個顏色在嘴上給你們看 那如果你們去抗世美 逛到這個顏色還有貨的話 請務必下手好嗎 那它另外一個主打色DC36呢 就是非常的少女粉色調 那這個粉色調我必須老實說 就是我覺得沒有那麼適合皮膚偏黃 或者是皮膚比較深一點的人 因為它其實沒有很顯白 可是如果你是白皙色膚色的女生呢 你可以嘗試看看它 因為它擦起來會很有韓妞的那種 怎麼講很可愛然後很自然那種粉嫩嘟嘟唇的感覺 那我自己私心是比較喜歡29號這個顏色啦 好的把四款全彩都分享完之後呢 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這是抗世美口紅劑的一些促銷活動 那首先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期間 在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今天 4月17號開始到5月14號 會為期四周左右的口紅劑時間 然後再來呢它有做三重活動 第一重呢就是抗世美的彩妝會全部發五折 第二個活動呢就是彩妝你買滿688 它就會再送醫美級的現妝品 然後最高價值市價好像780塊吧 就是你買越多它送越多這樣子 那第三重呢就是你除了買彩妝85折之外 每週都有唇彩的破盤價 它是一件85折兩件再75折 那像譬如說第三週就有我剛剛講的 魅典啊或者是其他週也會有我講的 Mabelin啊Loreal啊等等這些牌子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每一週的活動有什麼 那詳細的活動資訊我會補充在下面的資訊欄 你們可以點去官網看或者是到抗世美的粉絲團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就是除了分享抗世美口紅劑這個活動之外呢 我也分享了四款比較熱門的唇彩給大家做參考 那有任何問題一樣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來喜歡這次面的話幫我按個喜歡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